從來這裡有一個雞尸拿出來講 我剛才說 這張相片裡面拿來的雞尼 這個雞尼叫做什麼 他拿來雞尼的雞尼 這個東西給我們 給我們一塊雞尼 你給我三個字 這東西很感冒 這個東西很感冒 我老的小巧巧就很感冒 但是這個感冒就有一個很新鮮的地方 其實他在一個書 這個書大家全都有聽過 不過你不知道這東西跟這是什麼 這個書給做 感冒定 感冒定是開了很多點 說要賣妞的產品 不過大家都幫你寫作 感冒定 感冒就是 一顆一顆你把八塊買來吃 你感冒想過是什麼 感冒是感冒 感冒定 他怎麼想到他不太壞 因為事實上不是一樣 感冒定 感冒定不是賣妞的地方 感冒定就是在古早 俗家的生活價格 價格沒有發明的時候 大家拿來點東西都是這個 感冒 說比較簡單 說比較快就有做感冒 感冒就是感冒 對 感冒來點東西賣的地方有做感冒定 感冒定這個書是這樣來的 因為那個時代大家都 沒有認真來想說 台語要怎麼寫 所以呢 現在還有沒有 也是發明一個日 會記得我剛才說的 那個 輕聲子做一個方法 輕聲子做一個方法 現在我們還有沒有怎麼寫這個字 因為這個東西是對的 在邊緣 寫字是對的 下腳要讓他一個寫 音樂的寫符就是 你敢不敢 一直寫 所以感冒定的感冒是這樣 看好嗎 你寫不寫的寫在下腳 那邊緣是一個 對 這樣看好嗎 感冒定 好就是這個 拿來做台的時候 常常用到的機師 大家常常聽到的感冒定 其實是從這裡來的 好 感謝大家 好 我們來這次 你可以選擇 勒 裂 楼